妈妈,压岁钱可不可以给我保存啊? 不行,你还小,会乱花钱的 我不会的,我同学小皮的压岁钱都是自己保管的 妈妈,我就要,我就要 你在那儿我要生气了啊 别再撒泼打滚了 想要自己保存压岁钱,就用这三个理由说服妈妈吧 1.培养规划能力 将压岁钱自己保管 可以从小就培养起我们的储蓄意识 学会自己支配用钱,会更勇得节制 可以给妈妈列出合理用钱的表单 比如,置办大件,或者外出旅行 长大也不当月光族 2.以备应急需要 啊,小黎,你没事吧 我帮她去医院爆炸一下吧 如果有突发情况,我们可以用压岁钱签底上 以备不时之需 3.建立自信心 自己存钱,心里会更有底气 不会因为别人有,而自己没有感到自卑 孩子长大后会更有自信哦 处理人际关系也得心应手 赶紧去给妈妈看看 让孩子自己保存压岁钱 竟然有这么多好处